5月20号,湖南永州的一个村子里,一场传统婚礼吸引了上千名附近乡邻,新郎和新娘都是本村人,两人常年在外务工,原定于酒店的婚礼被提前,在自己的老村庄里举行传统婚礼。 仪式在晚上的八点钟开始,新娘头盖黑布先生进行了拦叫、浸茶、过敏筛等传统礼仪式的步骤,特别是过敏筛环节,新娘子要头戴黑丝网,寓意着姑娘是环花大闺女,有神秘庄严的仪式感,不过也有网友直呼,画风太吓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